在明继续讲 激进中兵 四大明刀 不会四大明刀 就不会激进中兵 这样讲 也不算过分 前面是激进中兵的开局定势 上一讲咱们讲的是广东式飞刀 这一讲看北京式飞刀 下面黑方平居捉马 在充足 这个地方是红方出路的高发节点 很容易走出进兵 如果进兵 红方就坏了 这个咱们也看一下 就说这样走了 黑方会先杀这个马 然后反击 来个喜狼 在高居杀兵捉霜 这样踢掉一个马 快速疏通子力的目的就达到了 局面至此 黑方已经确立盛失 好 咱们回到节点 那这个地方 红方的正招是什么呢 北京式飞刀 就来自张强和金玉燕的实战对局 张强特大选择退马 这就是正招 退马 保住底下就可以冲兵 所以黑方必须先动手 下面金玉燕大师选择 进马 踹鞠 然后 袋子炮 袋子炮 不好炮 很稳健 怎么办 进炮 要一个炮 要一个炮换俩 黑方当然要提前下手 然后先手捉 黑方正好高起来 要平炮 那卧星马要被按住 红方能窝囊死 关键这个马 无路可去 只能是进炮 挡住 然后黑方来了一步 恶手 下面红方如果杀炮 就是古朴记载的 一马 骇三贤 当然主要是骇鞠 这个鞠一走 马一踹 奔草来了 红方立刻 崩溃 那不能杀炮 更不能杀俗啊 人家有根 是吧 关键问题是 他拱着炮啊 你怎么办 只能进炮 那再进炮 就是无奈的选择 对不对 但是 威震江湖的 北京式飞刀 正式开启 这一步的能量 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下面 黑方如果来捉炮 就是假设 就生根 那不能断根吗 直接打断完心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就没有了 进马踹足 这个鞠就没了 这个鞠就没了 也就绝杀了 这个鞠来不及点啊 这边都杀齐了 对不对 实在 黑方平居着马 那我们可能还在想 红方这个马 到哪里去呢 怎么走啊 人家 红方 不带 不管这个马 而且再送一个 四大鞭刀的意境 都非常高 所以说 没有四大鞭刀的 激进中兵 别说入眉了 连皮毛都算不上 那两个马 都在举口 你看着办吧 黑方如果飞向 直接打断完心 黑方如果进居 沙马 平兵 这边使叫沙 这边 拱着居 黑方只能平居守累 然后 又是 大刀万心 所以说 大刀万心 一天能遇八次 很明显 这个马 谁也不敢动 实在 干掉这个马 然后 红方 一招 毙命 黑方 头子 任父 乖乖 怎么就输了呢 好 咱们分析分析 下面 红方 大刀万心 是沙棋 马挂脚 也是沙棋 黑方 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 平将 红方 怎么走 直接送鞠 黑方 如果杀鞠 照头一棒子 只能进室 然后 就没了 那这里 只能回去了 又是 大刀万心 所以 黑方 只能是 退鞠 杀兵 这样 好像 能守住 因为 你大刀万心 人家 黑方 内线 有据 你杀不透 如果 挂脚 平炮 人家 可以 垫 鞠 两种 杀法 都不成立 但是 一加一 大于 二 合起来 先 大刀万心 黑方 只能退居 然后 再挂脚 再 然后 拜拜